佛伦萨的牛肚包到底好不好吃 值不值得来尝一尝 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同一个答案 就如果你喜欢吃内脏 就应该来尝一尝 如果不喜欢吃内脏 牛肚包也并不会让你就此爱上吃内脏 很多博主都说呀 牛肚经过了这个炖煮就没有腥味了 但是一点脏气味没有 那是不能的 我觉得咱们出来旅游 就是一方面有个地方去魅 通俗一点说就是去掉滤镜 另一方面呢也是拓宽自己感受这个世界的边界 所以说回到牛肚包啊 如果你喜欢吃北京的卢主 重庆的毛雪棒 牛肚包是没有这两样东西口味那么重的 虽然呢它里面会加辣椒酱和螺螺酱 但是和国内的重口味相比 它就太清淡了 不够咸也不够辣 但你不能说的不香 只不过呢这是两国口味的一个差异 牛肚包在15世纪就是人气的平民美食了 说明这个口味呢 是懂做饭的意大利人经过验证的 咱们如果时间不赶的话 就可以大胆来尝一尝 配合上老墙上的这个夕阳啊 真是别有风味 天下无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